共感 夢佛 我們現在開了三十六椎 《心範》是三十八相 經文 魏珠菇薩 Praiseenkyim 明無良疑 告菩薩法 佛所佛念 可以對這個所謂來研究 那麼大家先了解一下 了解這個 什麼叫無良疑 什麼叫大乘經 什麼叫大乘 這兩段 我們更感到先說一個日後 更有他的內容來跟我們做一個分析 那麼這句無良疑 有什麼在黑幫 佛所佛一生說的法 叫做無良疑 但是總所代替說 叫做八萬四千 八萬四千法 他代替人 應該這句話是叫做無良無變的意思 八萬四千是無良無變的意思 但是現在他們為什麼說八萬四千無良無變 因為總經的煩惱無良無變 所以佛經裡面說總經有八萬四千的聯絡 就是煩惱 所以佛在一生中說的無良疑 這無良法就是要對方 總經的無良煩惱 那麼這個無良煩惱就是裝飾中的每一個經濟 主法無量 每一法 佛德說的八萬四千法 每一法可以變現無量法 一個法規可以變現無量法 所以國父義理 每一法無量 但是每一法有它的義理 所以叫做無量義 定義八萬四千法的無量法 裡面有無量義 這個就是一般主法 那麼第二 就是說實相是義名 這種無量義 本來是說我們人的主體性 怎麼說因為實相是無相 我們人的主性 實體性應該是無相 但是無相 所以這個主經裡面都用虛空相 不可以跟他講 定義虛空相 虛空有相有沒有虛空無相 但是呢 一旦出實相 這個實相無相的實相 可以生一切發生 生一切發生是什麼 就是無相 就是無相 空間裡面這個無量性球 我們可以說出來 無量的性球 無量的這個 書 無量的這個 緑定 無量的地球 這都可以說出來 虛空可以生 但是這類 這類東西 一切相 一切書 都總是這個實相生 我們有跟我們講過這個 實相空相 空相實相 有無限的功能 比如說地角還是一變出來 那麼天動還是一變出來 靜透還是一變的 衛透還是一變的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 靈性一切發生 所以 情無量的 靈性一切發生 但是這個 八萬四千法 對對來 現在來講這個 佛道 因為中級究竟 要講這個法法 它實相 會利 現在注意聽 這個 它實相利 但是成功無量法義 但是這個 無量法義 它對對變出來 就是由佛道 那個實相利 它已經開悟自生 由那個實相 再來刷一切發 就是 再來刷八萬四千法 所以這個 要刷發的時候 它實相 成功無量的義 就是成功 八萬四千法 但是八萬四千法 一直在說 有這個 阿含 風頂 發責 你一直在說起來 把這些 受到的地主 我們在他教育 教育到教育 教育到教育 教育到法法立法 所以 真的在說 日後 他無量義 阿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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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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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法法的妙計和雙營 這樣來中生可以開瓦 這個意思是說這樣 所以... 世上的妙計是無強金 所以比較叫做無良義經 所以這本妙法蓮法經 我們曾經有跟我們說過 十七的屬性名項 第一的叫做無良義經 法法經是屬經之王 所以這本法來的經 比較叫做無良義經 就是因為他世上可以變形無良義 所以佛徒已經證明 證書本空 空性實體還會流露無良義 所以他世上的法法 的經 法法的妙禮可以封出 由真相實體 他就可以變形無良義的八萬四千法 這樣 佛徒最首先要把眾生 讓他可以回歸 所以他一定要成功出 八萬四千法 讓眾生正如煩惱 截圖夢別日後煮來中變形 這樣才能夠相應 這樣叫無良義 都要有這兩種的說法 那麼什麼叫做代性 因為那裡面有說就是代性 因為這個代性裡面 就有消性相對 但是佛徒一生說的話 有分成五生 人天生 二生 這樣來比較代性 這樣叫做五生法 但是佛徒說的話 我們有叫做三屬德 就是下屬德的人天法 中屬德的二生 和上屬德的大生 這樣 那麼現在 這本法徒經就是大生 為替大生 那句話就是這樣 那是什麼叫做大生 現在要注意喔 我們今天 現在喔 現時 差不多在 公眾外體人 就是 例如說法改為前的 或是說這個 又復告為前的代 或是叫做 復工為前的代 或是說代愛為前的代 或是其他這些優算 有很多人在講 但是到底 什麼叫做真正如來的驚發 就是叫做代性 比較有水準 但是這個代性 就是性佛之性 要性中性 有反乎於性分 所以這個性就是叫做代 那麼這個代性 在本經的比辱品 說這樣 就有中性 將佛祀尊問法信修 譬如說有中性 現在就是說 我們大家 聽到佛祀尊 就是我們 這個三部世界告訴 他 以前為佛 但是 什麼叫做佛 他就是開悟如來 開悟如來 那個無量 開悟如來 它是體重 所以它叫做佛 但是不是開悟 我們就叫做佛 記得 太悟正空 就是 理性 但是 鐵鐵鐵火 平靜性地 這樣叫佛 這樣叫佛 這樣兩種意思 在 但是什麼叫佛祀尊 就是法界中 最偉大的尊者 叫佛祀尊 最尊鬼的性人 這樣叫佛祀尊 所以我們這個三部世界 佛祀尊 就是聖騎母女佛 但是我們今天聽到佛祀尊 八萬四千元 也好 還是說佛祀尊 說佛祀尊 說到一些經典 讓我們接受 我們要相信也好 經論論 這樣來講也好 但是我們的信修 相信 兼接受 甚至按照警告 佛祂說的警告 勤修正正 所以每一本經裡面 台東所都說這樣 特殊 受持 為人演算 我們了解 特殊 如來的經典 但是你一定要受持 但是不但 自己受持 甚至還要為人演算 我現在要告訴他 我現在要告訴他 特殊 如館的人 你的心態如善良 人如有欠比 所以 這個 六祖大殊 有一個發達 他記得 輝靈大師 現在他應該看到 輝靈大師 一日上座 你應該在那裡 他要幾拜 但是他怎麼拜 他抬到沒肚子 這樣 輝靈大師 說你心裡有東西 到底你是 他生中 創什麼 他說他抬法華經 三千保 但是 你 輝靈大師 你就是抬法華經 三千保 他也知道 你也沒有什麼特殊 因為 他才被抬法華經 被狡猾 他現在 進入輝靈大師 這個抬到那裡 他沒有肚子 狡猾 狡猾 所以這個就沒有肚子 他為他 很厲害 很得盛 很用功 所以 輝靈大師 他說 你的命 結束發達 事實是沒有達法 這樣 把他念 把他賺 把他命 差不多 他比較欠強下去 所以今天 會記者 今天 我們 特殊 第一 要受持 第三 要為眾生 服務 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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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 這是我們今天 學會的人的重點 叫做法師 但那個法誕 打到現在變光人 我們聽不懂 不準 只要他賺三千佩 就改成說很厲害 這樣 注意 記者 特殊 特殊 併做人間法 也不對 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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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併做人間法 也不對 特殊 併做人間法 也不對 有些做 做余佑 叫做菩薩德 不是這個樣子 要注意這點 一定要 培來密 培來密 叫做大行菩薩德 但是這個 這樣 勤修正前 求一切地 有時候跟你們說說 你們也不知道 Egypt的 可能會過世你們個人 過世你們個人 過世你們個人就不得了 我本來就要收這樣 我就是要收這樣 還讓你頭髮比較高,你就不想收比較高的 有可能你是這樣就對了 但是要失去 你要收什麼,我們怎麼要失去 我們怎麼不能用水公共的,青菜公共的,我們怎麼不可以做 不過今天這個,含我們在研究這個台性法 就是要愛我們大家的研究台性度 要注意這點 所以勤修精神,求一切地 一切地什麼? 就是空歷的實情 這句一切地是差不多落寒的境界 但是你還能看到一切中地 那個是比較高的 那麼再來就是佛地 生就佛德的佛祭 就是那個兵兵性地 那個叫佛地 再來一點就是主人地 主人地說對內心、內性流露出來 真主人流露,不是對外面學來的 另外這個名稱叫做無修地 不需要師父幫你教的 你正基性 正正我們本性周邊的才能夾性 那麼主人不需要人跟你教 你就會那個 不需要人跟你教你就會那個 還有一個叫做如來地見 什麼叫做如來地見 那個方便品裡面佛道有說這樣 佛道一台屬因緣 那些人來實現在人間裡面 為了要開佛地見 啊,是佛地見 入佛地見 還有五佛地見 什麼叫佛的地見就是各的意思 你知道嗎? 各的意思 所以佛地見的方便品說 開師五佛 佛道開師 佛尊本身的角的地見 但是我們為了要讓眾生角地見 所以這句話說 要讓我們進一步 求一切地見 得到如來地見 跟什麼呢?跟這個領 領域就是叫做十領 領域如果看到更加學習 他沒有要學習這點 跟什麼叫做無所謂 就是輸無所謂 因為你今天是佛的地見 就有十領 輸無所謂 跟十八佛共法 這樣 還記著,這都有寫過 領域更加學習一遍 但是不是這樣而已 不是這樣而已 一定要臉念 臉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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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 讓他可以立在領域 就是要讓無量的中生 你 臉念 臉念 無量的中生 讓他中生立在領域 無量的中生立在領域 甚至要再利益 天人 不是只做中生而已 臉念 人 可以做人天 佛六道 譬如說可以做世界、無世界 和六道 六道 六道都會做到 就是這樣 那麼來 這樣比較叫做大生 現在還記得 以前 再說一遍 菩薩症 大生 就是求一切 佛地 主人 地部屬 地如來地間的角 各主法 本空 各中生 平靜 然後 你有參與 就實力 輸不為 但是你 忍耐 忍耐 一切中生 要讓中生立在領域 不要不斷的力度 輪迴 那麼 以後 利益 可以做 人間 可以做 天人 做出一切 這樣叫做大生 你就是要發大自比心 要公道無量 無所無變的中生 這樣叫做大生 你知道嗎 不是只有你收自己就好 這樣不對 佛道不需要我們這樣 但是菩薩求出生 菩薩法的人求出生 所以那個菩薩 叫做無阿薩 叫做大菩薩 但是現在要跟主人說一下 如果要做無量中生 主人我現在跟你說一下 譬如說今天 你要怎麼做中生 你就要發發 你本身一定要發發 你了解嗎 你如果沒有發發 你說你也是做得真好 我跟你說 你自己叫阿薩而已 就是你今天要優化 你們的婆婆 我現在跟主人說一下 不是說我三胖 用燒燒給吃 你要祝賓你的兒子 不是說你把他交給我們就好 你一定要讓你的婆婆 可以奪離 這個世間奪離 你要讓你的兒子未來 不要退了 這樣你開始有一個耗孫祝賓 就是你的親屬中 你要這樣 就要認同這件事 所以不可以自己學到你 你只阻止什麼 不可以這樣做 你就看你自己阻止 有漏涩嗎 還是你自己想自己做的 一般世間的人就說 我可以好見我婆婆就好了 還跟她發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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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說那是傻人的傻生 自己想自己對 那聽大神經 聽到沒有 你再想這樣 我自己說 你完全沒有一般 你要注意這點 你不懂要 躲你的事大人 躲你的恐懼心部 躲你的情動 甚至還要躲一切無量 無所的眾生 這個比較是佛道的本義 就是這樣 這個叫做大神 叫做菩萨 無二殺 這點要注意 就是要讓無量無所的眾生 這條安置 如果無理會的話 都不會說 你去住長什麼京都佛道的 沒意思 你平安 你可以今天你菩薩要趕出來 誰會沒有佛道後的8萬世 horiz 你也要一直留心 你也不可以當政制法 搞有一個政制 不是,你會跟他一一條 不是這樣 來,要記住,現在第二點 某柯山這個問題 《報徹經》二十八有說這樣 主佛如來正真正感 所行之德,比性明為大性 《報徹經》 他說一切佛,一切如來 一切佛,一切如來 現在這句話就說過期佛,現財佛 或是未來佛,我們可以這樣說 他今天用政真 政真和政角,各什麼各如來 各如來的事情 所以他未來性如來 各佛的實體 所以他將來比較像佛 佛就是如來,如來就是佛 但是我們的主性佛叫做如來 不過我們今天的犯佛,是在地如來 佛準是出地如來 這樣有差別而已 但是今天,他說這樣佛,主佛 就是現時已經成就的一切佛 或是說一切成就如來 他就是有正真正感 他如果沒有正真正感 我告訴你 都說不可以成分 所以我現在要給主委 鼓勵一個鼓勵 來勢開始 你一定要打入不貼鑽的地蓋 打入不貼鑽 如果沒有時間麻煩 有時候,極水行酒 拿進拿鐵拿進拿鐵 風,風吹吹鬆 風吹鬆,風吹鬆就鬆 這樣心就變化來,變化去 這樣絕對將來要成就佛 會非常會長時間 所以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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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我們所走的道 現在記得 由正真正感的道 就是我們人那個主性的理 那個兵兵性 來哈 鼻聲明為大聲 來按照這個大字鼻聲發揮之後 我們來度眾生講 我們自己本身就是要 各佛、各自、各佛性 各如來、天性、日後 因得眾生 因得你出來的人 這樣做也對 你知道嗎? 這樣命叫做性性 這個性性就是修性的意思 來第一名聲叫做無雙性 就是說沒有一個人比這個比較高 叫做無雙性 然後再來叫做無雙性 這樣 這樣 喔 這就是你講起人的 再來 無雙性 說沒有一個人比這個可以平定 再來一點 噗 噗 就是說 不會讓我們討厭不對的性 這樣 再來 無雙性 就是說 沒有這個可以平定的性 這樣 噗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代性是這幾點的名聲 但我們現在一定要注意 這些內容 到底我們要受到什麼 所以一定要發代比心 公道無雙眾生 性就佛德 噗 你現在把這個代心下去 自己有性無性 另外一個事 你如果有追尊度 真的中性性 性得 你本身沒有性 到底是沒有什麼要緊 但是一定要有 度無雙眾生 性 你才能夠性 比如說今天 這個地中的菩薩 你用度無雙眾生性 性 他今天還沒有性 這樣同意 佛羅納 度無雙眾生性 性 但他今天還沒有性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 無阿薩的 這個代性經教 這個意思是說 所以這本法法經 就是這種的追尊 這種的追尊 所以總統去教菩薩 性佛的 看要怎麼性佛 所以這個叫做 佛菩薩 佛菩 性就佛得之法 不是凡夫 所域的 所以不是在凡夫裡面 你自己想自己 做那些東西 不是這樣 這意思 代客就用這個性 告訴他 所以我們現在 教這個 內容 再來 研究 所以我們 我們自己不可以自己 無限 輕盈自己 怎麼做 這個 會被愛 會傷害自己 又傷害你 旁邊的人 絕對不可以輕盈 我去修怎樣就好 我就去修什麼 我再給主委說一下 來這裡 驚救的人 我希望你們回去好好修修 如何好修修 如何好修修 入經中的這個經教 才能帶著 佛陀的本意 是要教我們做什麼 外面 今天佛法 道主都說 他都說 他是佛法 我希望主委不要道主 攀岩 心中 你若是貧有時間 因為我們生命很低 貧有時間 就要研究 就要看研究 要學習 要學習 這樣來 印象太沉 但在外面比較有東西 跟我做眾生 不要道主攀岩 這樣大家心中 我們不要學習 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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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 心中 你們在家 穩定 研究 金星金星 這些因爲 會把我們修正 我比較愛你們 不要道主攀岩 大家拜託 你們買 只要人的兒子 我拜託一下 你們自己買 你們自己去 不要 等內地就要學生 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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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出來 我說這樣 你們大家心中注意一下 不要出來 好好你學習 你的人品 就拿起來 這個伏法 會提建 讓他更深做一點 不可以這樣 一點點 有什麼虛幅的東西 就覺得很困難 這樣不行 這樣 你就是 你要做自己 也不可能 你要走進 二生的解僱 也不可能 要做這個 何方 要入大生經教 要做 所以 這個就是教菩薩的法 但是 這句 佛所佛念 這句話 這句話 現代生菩薩道的人 或是 研究妙法 連法經的人 這聽妙法 連法經的 中中的 佛地主 BQBQ 尼 幽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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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好 就是佛道 幫他保護 跟他想念 就是想念 看要怎麼保護他 這個意思是說這樣 後來 下面 這個概念 凡是 插法 不用中性的菁性 這樣 這個就不可以客氣 插法中 不可以用中性的菁性 中性的菁性 不適合 不可以客氣 但是佛道就沒說 為什麼他用這句話呢 因為他以前 有這句叫做 世性性 世性性 因為佛道 廟法連和經 後面 八年 他跟廟法連和經 頭前 他一生 49年的中間 他已經 頭前 那個 阿瀚 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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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 都在 49年的中間 已經 41年去了 41年 在學生 佛道的 在提出 我們要輸 在這個 四十九 41年中間 已經到了 差不多 有一個 真實的水準 大家收到 收到 很好 所以 到後面 八年 明法連和經 應該是 金性 伊金性性 合格 要說明法連和經 會客氣 所以 不可以客氣 佛道是沒說 不可以客氣 所以必須要 彈頭到中間 金性性性 先是 夏禮祖 三千 說法 這樣比較有說 就是這個 妙法 因為夏禮祖 祖先三千 說法 因為 在這個 二生 地灰相關 就是夏禮祖 這樣 在大生 地灰相關 是這個 文殊 所以 裡面 夏禮祖 三千 名法 為寿妙法 所以這就是 因爹已經性性的 管理 就是這個 光明法 的人說 因爹已經性性 已經性性 已經性性 這是一個 水明這樣 但是現在 這個法 這個法 光這個法 就是我們佛社順 但是 就是佛所說的 這本經典的佛就說的 那麼 這個 有什麼人說 就是 是唯佛薩說的 最重要是唯佛薩說的 他的重點是唯佛薩 因為這裡唯是唯佛菩薩說大神經 你知道嗎? 不是唯佛與唯佛心說的 他的主要是唯佛才是唯佛才是唯佛心說的 四十一年的中間說法 連日形狀狀發大神心 所以當廟法的經驗,所以讓他們受益,祝福這樣。 大家知道嗎? 所以,他就是這樣, 所剩的法,不是人天法,也不是理性法。 他這重要不是在說這些。 所以在裡面說,為大生之法。 就是要讓他們生修佛道的意思。 要讓他們生修佛道,讓他們未來生修佛道。 這要說是要說這樣。 所以這個大生就是佛本地縮性之大法。 因為佛道,他本身開悟後,知道說平定性地。 開悟平定性地。 所以他用這個大法來教育眾生, 讓眾生在平定性後, 救度無量眾生才來生一佛道。 所以這個大法就是佛本地縮性的基, 還有成長種方便, 所以在裡面有漆字。 這個漆字叫做長種方便字。 可以這樣說。 但是這個所在佛本地縮性的方便法就是沒有。 每一個方便法,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無量力的八萬四千法。 那個叫做無量法。 這都是方便開始 但是這個方便開始 它沒有離開大乘教 沒有離開,所以我們還在大乘法中 所以所說的法 裡面是文書、文古 現在來 我們裡面說的法 文書跟文古叫做大乘經 我們裡面沒有人 每一段譬如 每一句文古紀念裡面 都是大乘經裡面 都是大乘經 所以自大乘經中 尤世經有獨特之之名 但是這個大乘經有很多 不是只有這本而已 我們應該說 紅丁經有那麼多大乘經 那麼法治經都都是大乘經 法法列盤都都是大乘經 法驗 有那麼是大乘經 所以大乘經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稱為無良吉 我們為無良吉 像他成為無良吉 還是沿著向菩薩的法 他成為佛所佛念 佛德 他本身佛念大乘法 就是要給很多眾生成為佛德的意思 有哪成為佛德 意思是 所以我們叫佛所佛念 那麼再來,依天心菩薩的這個法法論 講述這本經前有十七種的名字 來,我再跟他講一下 什麼十七種的名字? 這個頭兩天的看法就超過了 第一,本經的名字叫無量義經 第二,本經的名字叫罪行修得了 第三,叫做台風宗 第四,叫做家菩薩法 有嗎?有錯嗎? 第一,第三 您看看 就是明法連法經十七種的戰言 對不對? 大家看 第五就是負所佛念 第六就是主佛必必法 第七就是一切佛中 第八就是主佛必必處 那麼第九就是靈性一切主佛經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經都是佛得這個妙法連法 那個清淨如來中流落的 所以叫做靈性一切主佛經 第十一切主佛之道中 第十一就是主佛所傳的法文 第十二就是主佛堅果寫理經 那麼第十三就是主佛大腳方便經 第十四就是率一性經 一性就是大性的意思 一性經 第十五就是第一義主 第十六就是面法連法 第十七就是主佛小的法文 这个随便是法法文句应用 应该是天亲菩萨的这个类用 它应用出来 就是法法文句,地价台书应用出来 我们知道,社群里面说 厨经有十七种的名字 譬如说,魏母极经有哪称 叫做不科书义解脱经 魏母极经这本经 应该有哪称做不科书义的解脱经 魏母极经有哪五名 五种的名称 差不多这个类用里面有类似的 再来,初无量纪 为十七名中是第一 你现在再看一看 无量纪就是以前说的这个无量纪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十七 的名称的无量纪 就是说怎样?就是这样的欧房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佛徒为要刷法法 它是最理 佛徒为要刷法法 它是最理 所以成功无量的法义 但是这个无量法义 才来回归它是最理 但是世上之中它有妙计无供 所以更叫做这本妙法 年法经 更叫做无量纪经 这是世面 那么再来 只做万妙计 那就是价菩萨的法 什么呢 gay 新的妙计 所以就是话 甚至不见 所以就是我们价菩萨状 是在佛徒为干涉上缚法 比如说 以前这碗法 often四ике 都说有这价仲心,怎么会发大声、菩提心。 但仲心现在已经开始有这发大声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菩萨心。 可是要怎么它咬,咬咬它将来, 在菩萨道教我们夹中间,走到将来生佛。 这个叫做价菩萨法。 价菩萨生就佛得之法。 叫做价菩萨法。 那么佛缩佛念就是17名中的第五。 怎么叫做什么呢? 怎么叫做佛缩佛念。 这个政府有给我们夹中的佛得所正的, 理欲开始丹为众生的均敦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不能接送。 不过这些众生已经有这些学法, 佛得都会给它佛念。 想佛念和保护它。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发实心, 发实在这个菩提心。 我跟你说真实的事情。 佛得一定会给我们保护。 让我们实在完成佛得。 但是它都会奉公、想佛念。 让这个菩提心的人, 让它更快来生佛。 因为恐惊的时候, 一个大乘生发发之后有一个困难。 它再会变成的事。 再有变化成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发大乘教育之后, 就滴在佛的佛念。 这是意识的计划。 想佛念和保佛。 所以这里有多少, 就是它虚空無量 虚空是無邊座 所以這個無量應該是在無邊座 虚空無邊座 因為這個量就是 有一個然後一個一個兩個在身上叫量 那我再加了多少 那個叫量 或是用牛肉 再加一點 多重 這樣叫量 那麵就是牛肉叫做量 造成你的感覺 以前的牛肉 那些牛也叫做瓶 但是這個牛 這個虛空無量 虛空屬是無便座 所以我們用無量來說 我們也可以說有一個無所 所以現在虛空無便座 現在來世界無量 那麼世界無量是要說多少 你們有一個阿彌陀經就知道 有一個阿彌陀經的人是這樣 佛特有說 東方有什麼佛 什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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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無量行何三所所佛 世尊 世方有什麼佛 什麼佛 哪有無量行何三所佛 世尊 所以這個虛空界 裡面就是定義有無量無所 不可說不可說 大千世界 我現在說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大千世界叫做三佛世界 佛特有三佛世界 就是我們這個世界 就有一百四米山 一百四米山 等於有一百三代諸天 有一百四代佛舊 這樣你看看 這樣是不是只有這個大千世界就無量 也有無量重生 有無量國土 所以我們裡面說 世界無量 所以重生無量 這樣 所以現在 科學到去探索 是目前是不可能探索 到底飛空中 這個百立成就有重生 沒有重生 這是目前科學到 還沒有了解 這個 所以用一個問號 屬性 無量的成就都有無量重生 像現在打一台那個 那個 那個 海公衛船 要探索 這個飛船 就中途時失蹤了 不夠 他也不知道怎麼失蹤 是冷靜 怎麼用 還是有無形的 操作給他 不去 現在 這東西已經不去 不可以去追蹤了 如果要打一台 要打得夠 可能要再七年 現在開始打 還要七年才會 中間也不知道怎麼 所以這個飛空中 不是說我們人的意識 探索 可以出來 要注意這點 所以這點 中間說 中間有無量心 無量的心 對 無量的心 無量 那麼這個中間的心力無量 所以 分 比較隨身中心 公中精的法 所以隨身中心 公中精法 所以這個佛法 無量 八萬四千法 是代替水明 不應該是不計 因為我們人的 中間的心 煩惱 這個中路無量 所以佛法 比較一行 一個人跟我們教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中間心 是比較主書 因為看這個數代合法 為替嘛 我現在告訴他 你如果有主書心 你主人就有很多 猜疑 為你個人的這個 憲才疑 這樣 我告訴你 聽得不 一道心 就趁心生出來 就不會貪 這百人比你更好 這樣 中間的問題 就出在這個 所在比較會做 又聽 聽很久 或是社長 那個新聞 在哪裡 才疑 中間的 就有中間 才疑 那個人怎麼 那個人怎麼 那就是由主書的心理 因為這個 你的身份是自己 見不得別人 比你好 這樣 這樣 這就會作嚴 所以今天 我告訴你 這個猜疑 的心 如果不成功的話 我告訴你 你的財政 不能上來 絕對不能上來 只能讓這個猜疑 主書 主書生猜疑 就生萬多心 這樣 絕對金錢金錢 買什麼老實負團 那個大公武術 沒什麼可能 所以它屬於這個事情 它很慎重的慎重 聽說 聽說嗎 你如果是由你個人 才疑 你可能會去五歲 那個有敵的人 到底他如何 是不是你想這樣 你就會變這樣 這樣你就真無罪了 就這樣說 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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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難 你哪 說他 那個人 就是個性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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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所以佛道比較說無量儀,無量法 因為這個無量,不可以對著所量的意思 所以,他說的法,不夠清量,不夠插度 所以這個,但是這個無量儀 記住,這個無量儀經的這個內容的無量儀 通常是佛地所政的實相法 是由這個實相宣出來 所以,我們就說,開示我這個政策 就是佛道本身已經打到台角的意思 他已經打到台角,才可以說無量儀 因為他台角後有五難六通 甚至有三心通,有天難通,有宿命通 那麼,當然,他知道這個中心今天有心會這樣 就是他過期節就是什麼 今天比較這樣,但是他就要把它突破 問題出在內,問題出在哪裡 你現在還這樣下去 你沒有要聽人說,沒有要聽我跟你說 你還這樣下去之後 你未來還要整個幾個,你就是有哪一十個論如何 那個就是他所名可以說出來 因為佛道本身體,那個叫做疼心通 但是就知道你今天有這種的無量儀量作業 就是他過期無量跟你怎麼做人 那你有經過疼心通過這個問題 他就說明都跟你說得一千二十 以後,今天你已經變成這種的想法出來之後 你拜託,在這個中間還在做疼心通過 那麼你的佛道本身就要看 你未來無量儀量,你還在這個輪迴中怎麼輪迴這樣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肅肅改進自己 進化自己 這樣就是佛道本身 就是有台政 他有台灣警察,有一種種地 所以他可以選出一切法 要把一切中心 把一切中心轉圍煩惱的這個法 這是一個水平這樣 但是這個實相 有哪叫做無相、無不相 實相 實相是虛空相 所以實相無相 你給我看虛空無相好不好 虛空無相 不過虛空裡面所變現的才相 總是實相所變 所以叫做無不相 所以叫做無不相 剛才這個火幾相 你給我看 剛才這份火 我看應該有十相 但是十相我現在要說是形態 應該有十相 但是食材有哪是十相 這個叫做實相中的無不相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這份火 就是由實相動靈所變的 所以它的實相公靈是無相 不過變出來才有相 所以叫做無不相 所以叫做無不相 裡面裡面有無量的生求 都說無相 有無量的重生也不一樣 那麼這個就是無不相 好 注意 所以今天我們國人的臉毛無相 好 這個臉毛無相 這個無 就是都當那個實相公靈 給我們變的 好 是怎麼 因為國人的脹別 所以順脹別 跟你變 變你今天的今天的相 這樣 這個叫做無相 無不相 吹 吹地 鳳花 都當是現自來的實相 取得方法還是主來的師匠 眾生萬里的中間,我們都是主來的師匠 所以這個叫做無不相 但是無不相就不會說是不得意 不得意,比較照著議言、文字來顯這個師匠 照議言和文字來顯這個師匠 為什麼要這樣?因為眾生用議言和文字的交通 譬如說這個印度圍負責按照印度圍給印度人講 這個叫做只有議言 因為一定要跟他講,講到什麼東西要怎麼說 法義上怎麼會比較堆,這樣跟他講 但現在我們中國人過那邊處境 處境他現在回來了,他一定要去討論、討論、印度圍 現在回來用中國文字來反覆 反覆我們按照印度的這個 背後、負責當初、港的經 和海蘇兄、海瀏漢寄的 那些反覆集經之後,我們是印度文 現在他們討論印度文後回來,他又是反覆當中文 由印度文反覆當中文,這個就說 藉著議員文字來公訴這個師匠理 但是他記著,議員和文字不是師匠 所以佛杜在寧山發財裡面說這樣 佛杜在寧山發財裡面說的 佛杜在寧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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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山 不是文字到我不會團 要記著,那個就是什麼 用話不會說一下 不過沒有因為 他又在不可能團得 但是要記著,議員文字不是師匠 議員文字是理 剛出的議員文字的理 就是要讓眾生明理 二達師匠這樣 話就是這樣說 所以我們會記得 不可以說,我今天看出文字就是這樣叫做什麼 不是這樣 那個文字是議而已 所以現在在這裡說 家、雖家、議員文字,議員是最最 但是這個實際並沒有議員文字是最可定 會記得 因為今天是給我議 尽量說給我議 但是那個講的出來不是理 不是真理,不是真理事項 就是要讓我們知道這條理路怎麼走 所以這本經典,處於這本經的事項 但是這個就是代行經法的事項 就是議員的法 但是議員的法就是最確定的法 所以叫做代行,也叫做不可思議經 也叫做無議,也叫做無良議 這本就是叫做經王,就是最優秀的經教 這本經典就說這樣 好,明天順好